李大哥 这是我七年前落难时 身上留下的唯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一块玉佩 你还记得她吗 这不是七年前 叶家丢失的玉佩吗 怎么会在你手中 怎么会在你手中 我还想问你呢 这块玉佩是我七年前 大难不死 唯一留下来的信物 本以为 这是寻找楠楠亲生父亲的重要线索 所以 你因为这块玉佩 而误认为我是楠楠的父亲 只是误会一场 的确是误会 即便我不是楠楠的亲生父亲 那又如何 所以说 你之前表现出的那些感情 全都是逢场作息 突发时间 我需要一点时间 其实你心中 早就已经有答案了 不是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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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的剑术又精进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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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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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 存在不如 您可以 冲 principals 你可向我禀报 属下明白 还有一事向公子禀报 直说 据府上人汇报 青洛姑娘一早带着楠楠 去了青囊阁 只留下了这一块玉佩 青洛 我帮你算了一下 此处东有青龙庆吉祥 西有白虎守四方 北有玄武龟寿高 南有朱雀初凤凰 以我这么一看 此处定是一块风水宝地 此处定是一块风水宝地 青洛你怎么看 不好 无妨 我这个万象罗盘正面可以测风水 背面亦可断命格 你先等等 好 谢谢 我最近就是想着楠楠親爹的事 走火入魔了 累了 休息去 你也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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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為躲在這裡 我就找不到你了嗎 恰恰相反 我等你很久了 所以 這就是你冷靜下來給我的答案 沒錯 夠清楚了吧 不辭而別 這就是你的一貫作風嗎 那我現在就親口 練修圖 你幹嗎 你幹嘛 等了這麼久 也不急於這一時 先帶你去個地方 或許你的答案會不一樣 不是 你這是去哪兒了 你 你慢點慢點 放我下来 放我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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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虽然很喜欢徒弟 但我不是玉扬军的儿子 我不想再被同学笑话 我主要自己的爹地 这玉佩 还是原配的最合适 都是付出了相同的心血 有什么区别吗 只是暂时的 时间久了便会产生 人心也一样 这不过都是借口罢了 我想告诉你 就算如此 我也能够照顾好你和楠楠 胜过她的亲生父亲 这只是你的一厢情愿罢了 所以 我们之间 都是我的一厢情愿 没错 正是因为 我误以为你是楠楠的生父 所以才会承认我们之间的感受 导致 既然事实 已经是这样 我和你指望 分岛扬镖 六百年 一句 你又会捏 你又会捏 这儿 那我仇人 那我说 怎么会捏 你呢 你又不认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